我有講話你們聽不到啦 來那邊一直敲門 有講話 然後那一個 殘盪叫什麼那麼大心幹嘛 影片中加油站的員工好生氣 對罵的這名男子也很大聲 警察不斷勸阻 因為加油站員工 指控男子霸占廁所 三個多小時 我有沒有回應 你六點才敲算什麼回應 半夜三點多進去 六點多才敲 簡直吵得不可開交 這名男子穿西裝 背個鞋背包 指著員工大罵 說上廁所犯法嗎 不過員工不滿的是 男子從凌晨三點多 就進入殘障廁所 七點多還不出來 員工怕發生意外 這才報警查看 結果他終於出來 卻罵員工多管閒事 事發地點是台南這間加油站 殘障廁所又大又乾淨 員工猜測男子會不會是喝了酒 上廁所卻不小心睡著 應該是喝醉酒在休息 他去敲的時候 可以嚇死人了 一定是有問題 一般不趕時間的話 大概十分鐘就是滿長的時間 一些行為舉止可能比較有問題 加油站的洗手間 提供給所有民眾使用 員工得定時時事清理 男子整整霸占三個多小時 員工敲門不理 報警還被罵 男子不講理 教育站只能自然倒楣 解雷文章彈的報導 請